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 畫底妝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小技巧 可以讓你的底妝看起來更自然清透 然後不會很厚重 看起來很老氣 那當然呢 這個小技巧不是做了之後 就可以讓你的底妝非常的自然 還要搭配其他的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小技巧呢 我個人認為是很多人在化妝的時候沒有注意到的 那我先說一下 之前就有提過底妝最主要的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顏色一定要選對 如果跟你的脖子啊 色差很大的話 怎麼樣畫都會很奇怪的 那第二點呢 就是上的時候啊 不要整臉都非常的厚重 在比較沒有瑕疵 比較漂亮的皮膚可以上薄薄的一點點就好 甚至跳過都沒有問題 那在瑕疵比較多的地方呢 底妝可以上多一點點 甚至就直接用遮瑕來解決 不需要再疊很厚的底妝 那第三點呢 就是我等一下要示範給大家看很重要的地方 在蜜粉上完之前 在上蜜粉之前 這個步驟如果做了的話呢 一整天下來的底妝看起來都很漂亮 就是不會到下午的時候就會有一些 看起來越來越糟糕的瑕疵跑出來 那我說的地方呢 就是 通常上了底妝之後啊 瑕疵會被遮掉 但是呢 皮膚自然的紋理呢 就會不見 你的眼睛還有嘴巴是臉上就是最常一直動一直動的地方了 所以在眼睛的周圍啊 你的紋路就會容易把那個粉底弄出一些線條來 嘴巴的周圍啊 因為動了一整天 就很容易把這個粉底弄出一些線條來 所以在這個皺褶的地方呢 就要特別的處理 讓它上面的底妝越少越好 越不容易卡紋路 那第二點就是顏色 一般健康自然的狀況 眼睛的周圍會有一些自然的輪廓 自然的陰影 可是上了底妝呢 很容易一遮之後 眼睛就變得很小 看起來很平板 因為底下呢 臥彈的地方呢 上的粉太多了 眼睛就是讓眼睛看起來不自然了 所以在接近臥蠶的這個地方 還有上眼皮的這個紋路的地方呢 如果把這邊的底妝的量減少 處理掉一些的話 看起來就會非常的自然清透 那也不是讓大家把黑眼圈曝露出來的意思 等一下後面的示範影片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處理的是靠近睫毛跟曝的地方 並不是黑眼圈的地方 所以黑眼圈還是有被修飾掉的 那再來呢 就是嘴唇的地方了 因為上了底妝之後啊 很容易就是 第一個是嘴唇就不見 可是有的人覺得我上了唇膏啊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其實不是 因為它在質地上面就已經怪怪的了 你上了粉底在嘴巴附近 顏色變得很奇怪 你再上唇膏上去啊 看起來是有嘴唇的 看起來妝還是會變得很濃 雖然說嘴唇的位置有用唇膏標出來 但還是妝會很濃 因為它的質地上就很怪異 那要怎麼處理這些小地方呢 就用一個海綿 還有大家都有的化妝棉就可以處理了 那想要看怎麼樣實際操作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 那我要先用正宣墨的這個 就是比較光澤款的底妝 然後用裡面的粉撲 那再來我要用3CE的蜜桃色的遮瑕膏來修飾黑眼圈 然後我要用正宣墨它們遮瑕盤裡面的刷具 那再來我要用剛剛用的這款底妝裡面附的這個遮瑕膏來修飾臉上其他的瑕疵 再疊一點在剛剛那個遮黑眼圈的地方 淚溝的地方 然後修飾一下鼻翼 好 那這時候底妝上到這裡呢 就是只擦蜜粉還沒有上了 底妝然後遮瑕都上過了 這個時候呢 跟還沒有上妝之前的皮膚 看起來雖然瑕疵都被遮掉 可是就會變得很不自然 很平板 好像底妝上的很厚一樣 那最主要呢 是因為有幾個小地方我們沒有注意到 那這些地方呢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是好多 如果定了妝之後 持續一整天下去啊 狀況會越來越不好 會越來越不自然 甚至到下午的時候啊 就會很難補救 因為你已經定妝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底是哪一些小地方 在定妝前稍微注意呢 底妝就會自然很多 那我現在手上拿呢 是一個小的 Beauty Blender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稱 反正就是最小的這個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海綿的話也沒有關係 任何一種海綿 只要用它的角角的地方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第一個要處理的比較明顯的地方 就是眼睛往下看的時候 這邊有一些粉底卡在眼皮的遮痕裡面 那我們就用一個乾淨的海綿的這個屁股的地方 就是用比較大面積的那一側 輕輕的把這些底妝推開 一方面就是 這邊的底妝啊 變少了 一整天下來就不容易卡在這個折痕裡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眼皮本身就應該要有一些陰影 有一些輪廓 看起來底妝才不會太重 還有靠近眼頭眼的地方 好 那這隻眼睛呢 就是有處理過 看起來比較自然了 那用海綿最大的好處就是啊 這邊把底妝擦掉的部分和保留底妝的部分 就不會有很明顯的邊界 因為海綿不會留下一條線 如果你是用濕紙巾或是衛生紙 都會很容易留下一些痕跡 看起來就比較沒有自然的 有底妝和沒底妝的交界 那再來就是臥蠶下睫毛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呢 多少都要有一點點陰影眼睛才不會看起來太小 底妝才不會看起來太厚 而且仔細的看啊 有一些紋路都已經卡粉了 這種狀況啊 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在定妝之前就必須要解決它 那我們用海綿的這個尖尖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你的這邊比較乾 或是你用的底妝是比較乾燥 不容易推的底妝 那你這個海綿的這個尖尖的地方 就可以沾一點點乳液或是眼霜都可以 不要太多 不然你的底妝很容易會糊掉 然後眼尾的地方要注意 你的眼睛下面有越明顯的線條地方 在這個步驟裡面 越要確保那條溝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粉底的 不然到一整天下來就會越來越嚴重 而且這個附近啊 只要定妝之後 就很難自然的補救它 眼尾要擦乾淨 不然眼尾肌一條粉底白白的線 真的會很醜 好那這邊就是有處理過的 這邊就是沒有的 那我現在把鏡頭稍微拉遠一點的話 這邊妝比較濃的感覺就會更明顯 那這邊看起來會比較清透一點 也比較年輕一點 好那現在這個距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邊眼睛下面啊 感覺就是妝很濃 看起來會比較老氣 眼睛也會變小 那這一邊呢 感覺就是妝沒有那麼的厚重 而且一整天下來眼睛不停的眨 這邊的紋路也不容易卡粉 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那其他瑕疵的地方 其實也有被頂妝遮起來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眼睛下面這裡 比較理念的地方 很容易會卡白白的粉在那邊 看起來也會很不好看 就要注意 好那這樣就是兩邊的眼睛都處理過了 那再來呢就是看到嘴唇的地方 因為底妝啊在上的時候 可能會把唇線 就是嘴唇的顏色遮掉 或是自然的陰影都遮掉 所以看起來也會好像妝很厚一樣 那這時候呢就準備一張大家都有的化妝棉 然後如果你用了底妝 是比較難卸除的 那你可以沾卸妝水 那我的底妝其實用花水啊 保濕的化妝水啊 或者是用清水就夠了 那我用的這個是南法鄉種的 這是什麼啊 薰衣草的唇露 那現在就從嘴巴的中央開始擦 千萬不要從邊邊 不然一條很明顯的線又會出現 然後從中央開始 輕輕的 然後這個時候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嘴角的地方 應該很多人都會有經驗 就是一整天下來 這個嘴角一直動一直動 都會卡紋路在這邊 把嘴角的粉底先擦掉一些 好 然後呢再來就是 不要剛好擦一條唇線 那個交界 我會建議再往外多擦掉一點點 好了已經往外多擦掉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手指頭輕輕的拍 把油底妝沒底妝的中間拍勻 就會跟我們沒化妝的時候 自然的嘴唇更接近 好了那就是上蜜粉之前要注意的小地方 眼睛周圍、嘴巴周圍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就可以定妝了 那我要用的是曬上的這個蜜粉餅 還有Bobbi Brown的蜜粉刷 那再來呢我想要上一點點這個 March Jacobs的腮紅 然後用的是Bobbi Brown的腮紅刷 然後再上一點正宣墨的這個打亮 其實腮紅還有打亮啊 都只是讓底妝看起來更自然 更不平板的辦法 但其實最根本還是底妝本身要上好 最後最後我想要再上一點點這個 Cat Von D的Lolita 2 好的這就是今天的底妝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還是要跟大家分享 那個處理眼睛周圍和嘴角這個小細節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我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拜拜